據中共黨媒報導 7月9號舉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 習近平在會議上強調 農業現代化 種子是基礎 必須把民族種業搞上去 把種源安全提升到關係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 習近平還要求實現種業科技自力自強 種源自主可控 並承認中國的種業發展基礎仍不牢固 糧食安全這根弦 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繃得更緊 大陸農業種植業人士王先生說 當局把種源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 或因糧食和種源出了問題 豬 羊 牛 基本上都要吃飼料 飼料都是糧食加工而成 現在豬價跌了 糧價沒跌 因為那個豬的存在量大嘛 這個是不是 牲口的 家養的牲口的這個 養殖的牲口的存在量高 所以這個糧食加工還沒下來 糧食加工賣下來的話 那沒那麼多糧食怎麼辦呢 你想 一個是要節約 二個是要進口啊 這個肯定要抓種子的這個什麼研究啊 供應啊這些東西嘛 王先生說 還有一點 美國的幾大種子公司都進入中國市場了 當局也可能是要對他們動手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說 解決種業問題就一定要立足於國內科研 但中共體制已經潰爛了 整個科技企業的發展環境也已經腐爛了 所以這個問題它解決不了 新唐人記者一如李韻 李佩玲採訪報導